大家好,这里是猫头影视圈 今天咱们来讲一部 根据同名悬疑小说改变的电影《灵的焦点》 现一和真子是一对刚刚步入婚姻殿堂的夫妻 当初两个人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第一次见面,真子就被现一成熟稳住的性格所吸引 现一的话不多,也不说自己的事 这反而让真子更加想要靠近 结婚后,现一向公司申请从金泽调回东京 晚辈本多将会代替他到金泽任职 为了交接工作,两个人坐上了开网金泽的火车 他答应真子,8号就会回来和他团聚 没想到,这竟是真子最后一次看到丈夫的身影 本应8号到家的现一几天过去了,还是杳无音讯 真子四处打听丈夫的消息 却被公司告知,现一7号就已经离开了 那离开公司的现一又去了哪里呢 真子整理着丈夫前几天从金泽寄来的行李 无意中在一本书里发现了两张旧照片 照片里是两栋房子 真子推测,这应该是现一过去生活过的地方 一想到自己根本对丈夫的过去一无所知 真子就会感到不安 终于他跟现一的哥哥嫂子告了别,孤身一人登上了前往金泽的火车 去寻找丈夫,解开他心中的疑惑 丈夫公司的所长青木和本多接待了真子 从本多口中得知,现一一年半以前就从公司的宿舍搬走了 没人知道他后来住在哪,为了能打听到现一的行踪 本多带着他来到了一家火砖公司 这家公司的社长叫士田,是现一的重要客户 士田穿着讲究的西装,当时说话却很粗俗 在士田看来,一个大男人没有任何联系就失踪了 肯定是因为女人跟士田的粗俗不同 他的老婆左姿子不仅穿着高贵,说话也很得体 左姿子得知真子的来以后,答应明天会和他见面谈 因为左姿子一会还要赶到选举办公室 现在整个日本正处在战后混乱,新兴势力抬头的时期 金泽正在举行新任市长的选举 上条是全日本首次参选市长的女性 而左姿子是他的监禁支持者 左姿子在为一条的成功当选,做着最后的努力 他相信一条的上任,一定能为女性开拓新的时代 第二天,真子跟着左姿子来到了他的家 车刚开进院子,真子竟发现这个房子跟贤一照片中的一模一样 贤一至今已经失踪一周了 但贤子从左姿子口中也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他只是说6号贤一和丈夫在这里吃了告别晚餐 之后贤一去了哪里,他也不得而知 晚上贤子和妈妈通电话,得知原来贤一以前在立川做过巡警 为什么没听他提过呢 贤子发现自己果然对丈夫一无所知 几天后,贤一的哥哥来到金泽和贤子会合 答应他一定会把贤一找回来 但是没两天,哥哥就出事了,他在一家旅馆被人堵死 目击者称,有一个穿着红色大衣戴着墨镜和头巾的女人从包间里跑出来 经过警方调查发现,哥哥并不像他说的那样 是出差后过来的,而是早就跟公司请了假 再见到真子的前一天,就入住了金泽的旅店 哥哥为什么要说谎呢 他那一天的金泽又做了什么呢 这时,真子在警局,见到了来为选举跑腿的左姿子 回家的路上,笨多透露了一个新的线索 他从店员口中得知 那个穿着美国红色大衣的女人,是个美女 不像是金泽的女人,倒有点像潘潘女郎 潘潘女郎就是过去,以美国士兵为对象 陪他们过夜的女子,下一步就要顺着这个线索继续查下去 哥哥的死,让真子陷入了绝望 大概现衣也是凶多吉少 真子回到东京,为哥哥举办葬礼 临走时,他突然回忆起 当初去史田公司的时候,一个女阶导员的英语很奇怪 因为真子有做过翻译的经验 所以他能听出来,女阶导员使用的都是地道的美国礼语 只有经常接触美国人的潘潘女郎,才会使用 寻一当寻警的地方,就在立川美军基地的旁边 本多答应他,会调查一下这个女阶带 果然让本多查到,女阶带叫九子,是左侄子的熟人 他的丈夫易三郎,最近跳崖自杀了 处于善意,士田让他来公司工作 但又传言称,九子是士田的情妇 为了弄得明白,本多决定就和九子见一面 但是不久,就传来了本多死亡的消息 死亡的地点正是九子的家主 案发当晚,对面加油站的人,也看到有个红衣女子 过着头巾,从九子家中跑出来 警方推测,杀害哥哥和本多的红衣女子 就是九子,真子还从警方口中 得知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九子的丈夫的遗体 是在8号被打捞上来的 这正好和现一失踪的时间相吻合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真子的头脑中出现 于是,他来到了案发地,竟然发现 九子在家,就是另一张照片里的小木屋 真子壮着胆子走了进去,在地上 捡到了一包丈夫总是随身携带的喉糖 他推测,贤一在搬离宿舍后的一年半里 就是在这里和九子生活的 他还改了名字,叫一三郎 离真相越来越近的真子,一路顺藤摸瓜 找到了现一以前工作的警署 和最早九子生活过的地方 终于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原来不止九子,左之子也曾经是一名攀攀女郎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揭露事情的真相 幕后的凶手,就是一直都陪在真子身边的左之子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掩盖 自己曾经是攀攀女郎的事实 现一和他们是旧相识 当初左之子和九子并不叫现在的名字 而是叫艾美和玛丽 这天,他们由于要躲避风济科的追捕 就逃到了一个车站 但是被现一撞见了 可现一看他们可怜,并没有拘捕他们 而是把他们放走了 九子认为和这个男人的相遇是上帝的安排 多年后,他们再次相遇 成了恋人,还同居了 现一每次从东京出差回来 都会给九子带礼物 九子期待着这份幸福,能永远继续下去 但当现一的哥哥出现时 他才知道,不仅丈夫用了假名 还在东京结了婚 其实哥哥早就从现一那里 听说了九子的事情 所以即使不知道现一的去向 他的心里也不慌 之所以左之子会除掉他 是因为他注意到了九子和左之子的关系 还跑去史田的公司 问这问那,最终惹来杀身之祸 被左之子堵死 而本多也是因为查到了攀攀女郎的线索 被左之子骗到九子的家中 将他杀害 最后我们再来说现一 现一是左之子一切疯狂行为的根源 他们是在一年前相遇的 那时候,左之子已经是史田夫人 但现一并没有把他和左之子相逢的事 告诉九子 左之子也不知道 和现一同居的女人 竟然是自己的好姐妹 现一死的当晚 是和左之子在一起 他告诉左之子 他打算和不知道自己过去的真子 开始新的生活 左之子建议他 伪装成自杀 这样不仅和一三郎的身份告别 还可以就此甩掉同居的那个女人 于是两个人就着夜色 来到了悬崖 现一亲手放好了自己的遗书 天一亮 他就会启程去东京 开始新的生活 现一把和他同居的女人的信息 给了左之子 他拜托左之子 自己走后 帮同居的女人安排个正经工作 这样他也能安心的离开 看着站在悬崖边的现一 左之子竟蒙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如果现一不在了 就不会有人揭露他攀攀女郎的秘密 遗书也有了 无论谁看上去都会觉得是自杀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让这个秘密和现一 从此被大海埋葬 左之子把所有的真相告诉了九子 九子才明白 原来好姐妹送给自己的红大衣 是为了让大家都以为是他干的 连续遭遇丈夫和好姐妹的双重背叛 九子觉得 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他可以信任的人了 九子的死 让左之子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他发了疯一样 回到了家中 边砸碎弟弟化水的玻璃 边喊着艾米的名字 玻璃的碎片 把他的脸划得到处都是口子 已经血肉模糊 第二天 九子的尸体还是被发现了 从现场的情况看 警方确定他是自杀 但没想到 世田为了不让警方再追查下去 竟替左之子顶下了所有的罪名 承认是他和情人九子 合谋杀害了他的丈夫易三郎 以及发现他们关系的哥哥和本多 故事的最后 左之子并没有因为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而得到解脱 在一条赢得了选举的胜利 成为了日本守卫女市长后 他投海资金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当时正处在二战末期 国家正在重建 每个人都向往着崭新的未来 但又都背负着不堪回首的过去 左之子为了帮弟弟专一要费 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他 也不得不走上攀攀女郎的道路 他期待着 全新时代的到来 能洗去身上的污点 凭借着自己的美貌和智慧 当上了社长夫人 但他并没有就此待在家里 坐享其成 而是凭借着自己的政治头脑 和坚定的决心 支持着竞选市长的 首位女星候选人 一条 从此走上了 让女人摆脱黑暗 重新走向新时代的艰苦道路 他时而高贵 时而歹毒 时而是天使 时而是魔鬼 最终 他看到了新时代来临的曙光 却无法再面对自己的过去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 感谢小伙伴可以点赞留言 加关注哦 咱们下次见